编绳必学的组合宽线圈编法,双莲花线圈的慢动作编法教程来了。 首先将作为新线的40厘米长的72号玉线,像这样绕手两圈后,先用夹子夹住。 接着再拿出另外一根40厘米长的新线,也是像这样绕手两圈后。 和前一个一起并排捏住,然后固定到夹子上,准备开始编线圈。 先拿出一根30厘米长的六股金线,在一端留3厘米后,放在左边新线的下边。 右边先搭新线上,绕过新线,穿出来后,拉紧。 接着再次搭新线的下边,绕过新线,穿下去后,拉紧。 再拿出另外一根30厘米长的六股金线,也是留3厘米后,放在右边新线的下边。 左边先搭新线上,绕过新线,穿出来后,拉紧。 接着搭新线的下边,穿下去后,拉紧。 这样,左右两边新线上的金线就挂好了。 接下来,就要将一根50厘米长的18股股线,先一长一短地对折后。 放在左边新线的上边,然后用雀头结挂线的方法,将股线也挂好。 看,现在所有的线绳就全部都挂好了。 接下来,就先从左边这根金线开始,金线拉下来后,先搭新线的上边,打雀头结。 这里看好了,金线是在股线的里面,千万不要弄错了。 接着就是搭新线的下边,继续打雀头结。 股线比较滑,开头这里很容易松开。 所以,一定要拉紧后,再继续往下边。 换右边了。 先将右边的金线拉出来后,再把股线搭在新线上,打雀头结。 这里不管是金线还是股线,都要打一组完整的雀头结。 并且,股线两边的雀头结要紧挨在一起。 换金线。 右边的金线拉下来后,也是先搭在右边新线上,打一组完整的雀头结。 看,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, 金线都在股线雀头结结点的里面。 等金线打完一组完整的雀头结后,就再次换左边。 也是,先将左边金线拉出来后,再继续用股线在左边新线上,打一组雀头结。 金线拉下来后,继续打一组完整的雀头结。 换右边。 也是,先把右边金线拉出来。 然后股线在右边新线上,先打一组完整的雀头结。 换金线拉下来后,继续打一组完整的雀头结。 再次换左边。 这里注意,每次都要先把金线拉出来后,再用股线去打雀头结。 并且,金线一定是在股线雀头结结点的里面。 之后就是继续用相同的方法,左右来回交替地往下编即可。 一直编到想要的长度后,收尾的时候注意了。 要先将我们一开始留的这个线头剪掉。 接下来还是先左边,将左边的金线像这样往后绕个圈后,和新线一起捏住。 然后把股线穿上来后,继续打一组完整的雀头结。 编好后,先把股线穿下去。 然后,拉后边的金线,将线圈收紧。 注意,金线依旧要在股线雀头结结点的里面。 换右边,右边的收尾方法和左边是一样的。 也是金线往后绕个圈后,股线再打雀头结。 一定要拉紧了。 股线穿下去后,拉金线,将线圈收紧。 这样,两边就全部都收好了。 取下来,翻到背面,剪掉多余的线头,打火机烧粘后,按在背面。 这样正面就一点痕迹都没有了。 之后就开始收紧线圈。 因为有两根新线,所以收紧的时候要分别去收紧。 套到绕线棒上,继续收紧。 也是,先从下边粗一些的开始,分别抽拉两边的新线,将线圈收紧。 往上,继续收紧。 一定要将线圈完全地收紧好才可以。 等完全地收紧好后,就可以贴根,剪掉四根新线。 调整接口位置。 也是先捏一捏。 然后,把两边往接口处推一推。 这里可以多调整几次,直到调整到满意为止。 这样我们的组合宽线圈,双莲花线圈就完成了。 你学会了吗?